好 那麼今天228 蔡英文任內最後一次 去參加228的追思活動 他說要誠實面對歷史 要這個解密 要再促進轉型正義 那今天是77 77年 蔡英文說轉型正義 不是針對國民黨 他將來要公開更多的政治檔案 我就趕快公開 有很多新聞檔案趕快公開 家屬罵說殺人元凶 還坐在紀念館大廳 就講蔣介石 還在中正紀念館大廳裡面 他是殺人元凶 賴清德也去說他就職以後 繼續要推動公平正義 另外蕭美芯說我們要珍惜民主自由 陳其邁主持228追思會說 我們以後不會再點點不會再沉默 你到現在為止什麼時候點點過 該講就講 戒嚴時期有可能不敢講 但是之後其實有什麼不敢講的 什麼都敢講 柯文哲說民進黨轉型正義 成績不理想 蔣萬安也去參加228家屬音樂會 然後聽這個邪霸掌說他有領悟 要從政者要聽巷弄夜裡的聲音 因為邪霸掌是夜裡在巷弄賣燒肉粽 那中國時報社會論是說 每次228時間就被民進黨變成這個 這個取票取票的這個事件 拿得票了提款機 說是不是應該走下神壇 不應該再把它變成政治上的提款機 好 到底怎麼樣我們看一下 284件77週年這一天 總統蔡英文前往嘉義參加罪事大會 這段艱困的過去是台灣歷史的傷痕 要治癒傷痕必須了解受傷的原因 當我們能夠誠實的面對真相 互相傾聽才能夠縫合傷口 治上我們的百合 在28紀念碑前獻上百合追尸 當選總統後首次參加28紀念活動 副總統賴清德選擇返回台南 說要跟大家一起追尸那個年代 不幸犧牲的受難者 日本受驚是台灣歷史上 國家 政府所反而來最嚴重的錯誤 我只是個別的受難者 他表示自從台灣民主化之後 政府展開一連串的補救工作 包含認錯道歉 立背扮追死活動等等 他也允諾520上任後 會繼續推動散向工程 第一 我會堅定團結國家 人民修好台灣安全 第二點 我會頭過不斷 對日立八十九的環境 檢測 讓國家很多人可以了解日立八十九 第三 我會繼續推動 他強調為了國家更好的未來 希望大家真正團結共同打拼 我覺得二二八當然是一個 歷史的一個傷痕 不管對任何人來說 特別是對這二二八後代的家屬來說 今天這個日子絕對是一個值得紀念 感傷的一個日子 我想每個人面對這二二八 都是一個非常的謙卑 不管是民進黨 特別是國民黨 不管是從馬英九時代 還有包括張孝妍 還有張孝慈 我記得他那時候 就首先辦理這樣的音樂會 然後也是試圖用他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所謂的和解 只是這件事情 每一次到了這個部分裡面 就會被框上了 好像過去的這些歷史 就完全要關在國民黨的身上 我覺得無可否認 永遠是這樣 我記得在2016年 我們一上任的 第一次的立法委員的時候 第九季的時候 轉型正義就喊著正天的響 轉型正義 你如果要釐清真相沒有問題 但是你真相的事實 是完全只針對國民黨 還是針對過去大家 一起來面對 我覺得這部分 是有很大的一個討論的空間 我光說是一個 因為轉型正義裡面 它還要牽涉到非常多 像是黨產 這也是在屬於轉型正義部分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大陸的這些事件當中 紅十字會 對不起 你要是有印象的話 紅十字會 那時候也今天在轉型正義的名號之下 被認為是國民黨的覆水指資 那時候的王清峰 那時候當會長 他那時候站出來大聲疾呼 我們紅十字會 怎麼會是被列為一個 一個所謂的覆水組織 我們那時候為了這些 不管是在做急難救助 在做很多事情方面 他條例了非常多的部分 可是也是在這個轉型正義的 這樣的口號 這個正義的口號之下面 太多的事情 也就在這個口號之下 也是在那時候的明慶沸騰之下面 其實我們已經失去的 非常多真相 所以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完全同意 釐清真相 面對歷史的一個現實 該是怎麼樣 該給人家的補償 該給人家的哀悼 都要用 可是你不要擴大地去解讀 可能不是屬於你的這個部分 像說陳其邁所提到 我們不再點點 民進黨執政八年 什麼都是你在講 你從來沒有點點過 你對於這樣的事情 你還可以發出什麼樣聲 拿出來談 面對這個部分 我們大家都不要點點 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 對特定政黨 或對定某一族群的人 該在這個時間裡面 用一些非常隱晦的方法 來告訴你 你必須要到底是如何 我覺得這個東西 面對現實就是大家一視同仁 那才叫做現實 不只蔡英文執政八年 陳水扁當時就執政八年 對不對 他也沒等病過 來 鵬匯 我今天早上其實才去 那個林義雄先生家的墓園 因為每年的228 其實大概都會是在林家的墓園 那當然一方面紀念228 一方面也是因為 林宅血案在228 那今天這個林泰其實也在現場 其實說實話我覺得對於 我說從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從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自己當然除了很多支持者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在意這件事 因為包括也有好幾件 其實在百事恐怖的案子 其實一直還沒有偵破 林宅血案是一個 陳水扁案是另外一個 那我覺得其實轉型這件的工作 我衷心的認為這件事情是 跨黨派一起來做 去年底當然我們其實通過了幾個法 包括不義移植的條例 也包括政治檔案法的修訂 因為之前在討論很多政治檔案的過程裡面 會有一些是這個永久保密 沒有辦法 所以大概去把它這個解密的條件 做了一些更改 透過政治檔案法修改 那今天大概是這個政治檔案條例 要修正開始實行的第一天 在基本上今天 我自己是希望是說 能夠透過更多這種法治化的工作 把一一檔案拿出來 坦白說每一個檔案拿出來 裡面當然我覺得很多 也許是國民黨當中執政時期 威權時代的一些事情揭露 但恐怕也不只有國民黨 事實上也不只有國民黨 可能也包括當時有很多黨外的人士 在這裡面一些相關的 不管是當時在每一個歷史的 當下的反應 態度等等 我覺得都可以接 我覺得大家就回到這些歷史裡面 好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一定是要 從黨派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情的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透過這些法治化的工作 一一的可以來推動 所以我就講一個事情 其實現在有很多轉型正義 推動的民間的人士 他們也覺得民進黨還做不夠 有時候這些人也還是覺得 蔡總統你這個事情好像 這個還有可以再做更急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各方對這事情 都會有不同的態度 但我是覺得今天就228這天來說 我覺得大家維持一個 就是說我覺得比方像我今天 我覺得也不想說 就要拿來什麼大罵國民黨 到底不是這個事情 可是回到這個歷史裡面 該反省的事情就反省 能夠做得更好的事情 再做得更好 至少我今天一早上 我覺得大家在林家墓園紀念的時候 基本上是這個態度跟心情 其實每一年到了這一天 其實我心裡是有很多的感慨 我記得那時候在立法院的時候 市民得有一天來找我 他說是大家應該要和解的時候了 這個228這個事情 總是要告一個段落 我們是不是來發起一件事 就把28改為一個國定假日 在那一天所有的同胞們 大家都靜靜的來檢討這件事 然後最重要彼此要原諒 然後要拋開這些事情 所以就找了幾個人一起當提案人 要把28改為國定假日 我現在因為時間太久遠 我不是記得那麼清楚 我記得市民得我 還有高雄林鴻忠 然後還有徐成坤委員他們幾個人 然後我記得大概是有一天 就97年大概民國86年 應該那天應該是什麼時候 我剛剛有稍微查了一下 大概是2月24號 市民得還找了徐成坤跟我三個立委 開了個既得招待會 正式要求把228定位國定假日 因為他很重要 而且最重要是要追求 互相的諒解寬容這樣 然後不久黃信介先生 又在國務紀念館主持一個228紀念的晚會 然後林英雄先生 那天我是很感動的是 林英雄先生在現場 他唸一首他寫的詩 他的開頭語他是自己先講的 他唸這首詩前他說一句話說 我要用國語來唸這首詩 我要用所有人都聽得懂的語言 來唸這首詩 我覺得林英雄講的那句話 我其實我心裡覺得說 心胸事真的是很大 時間過了那麼多了 我們回來看 我想多數人都希望228就是一個 歷史上一個很悲哀的一頁 但是大家都沒有 都是希望說這個事要互相諒解 然後最主要要走過歷史這一頁 不能每天黏在 黏在在上面 但不可諱言 台灣是有一些的人 他們是不想忘記 他自己不想走出這個陰影 他也不讓別人走出這個陰影 當然還有人 可能有一些政治利益的考量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要想講一件事就是說 對於我們當時 很希望大家把它定為一個國定假日 因為最重要的是要試著提醒大家 我們該走出歷史的陰影的這些人來講 馬恩九去參加228的紀念日 有人要過來吐他談 去年蔣萬參加228 有人要過來想要揍他 這是怎麼回事你告訴我 這樣的錯誤是馬恩九要負責嗎 這樣的衝突蔣萬要去負責嗎 還是我們這些人那麼笨 當時就是配合施明德 把他改為國定假日 讓大家有那一天的時間 有那一天的機會可以來鬥爭 可以來修辱馬恩九 修辱蔣萬安 然後再修辱蔣家 是這樣子嗎 我想應該不是這樣子 每一個國家都在每一個政府 或者是每一個族群 都在人類歷史的某個階段 都至少犯過一次的錯誤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這個世上 大家都要認為 我們都曾經做錯事的人 或是我們的祖先 我們應該彼此原諒 而且要共同鼓勵自己 不要再換 但最重要一件事 走出陰影吧 你還是那麼有效 對方的幾部 但是我一件事 對方都會很方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